那我之前錄外景 那個外景也是大型的 遊戲場的概念 也是有準備拜拜 但也是 準備得不夠周全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來賓 腳斷掉 他就從那個攀的地方摔下來 然後他坐到他自己的腳 把自己的腳做斷 他覺得那個地方不錯 他帶他女朋友去 那後來晚上的時候 他就發生車鎮 所以我跟他說 問題是 他就說 他後來回去的時候 發現他的車上 因為他在說真的 好緊喔 他在說真的 他會這樣不看這樣對不對 飄哥 飄姐們就是會這樣看 他正在眼睛這樣 說沒事的 當然有是 說有事的 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好 一說你知道 一說你會嚇一跳 因為現在就是民俗樂 禁忌樂 所以很多美角啊 禁忌啊 今天要做一次呢 獨家披露 大公開 沒錯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方宇 謝謝 顏益格 好 跟飛安老師 來 我們這邊來 美 我 康瑩瑩 好 我們命理風水界的 亞洲第一權威 謝玄錦 謝謝老師 謝謝 好消息要來了 來 我們一格跟北安老師 音樂舞台劇 喜宴 李安大導演的 非常經典的電影喜宴 我們把它改編成音樂劇 然後在五月底跟六月的時候 其實在台北已經演過六場了 超精采的 我有去看 我有去看 超有用的 你媽媽也有演對不對 對 他就是也有開驚賞 他也唱歌 對 他也唱歌 應該好聽的那種 他是歌手啊 好聽好看 對 然後我們這一次呢 會移到高雄的魏武營 對 九月二十一跟二十二號 歡迎大家來看 我們有請到 紐約白老會 的導演 編劇 編舞 包含我們其中一位主演 Matt Schengelzacker 他也是在白老會演男一的 陣容這麼堅強 對 然後有北愛老師 有可莉姐 然後還有非常厲害的群演們 大家要多支持啊 非常厲害 來 看看 好 來 來 哪件事千萬不能替Key 否則雖遇殘著你 哎唷 你應該滿迷信的喔 對 一定要的啊 開玩笑 這是經歷過的 開市首單 價格低 真的 我年輕的時候 我在百貨公司當櫃姐 然後那時候開市 就有一個迷思 就是 不可以客單價太低 客人的單價 對 而且開市的第一單 怎麼說呢 有一次呢 我那時候才剛櫃姐 我不知道 然後就有一個客人來 然後就說 小姐 我要買你們家的 化妝棉 你知道化妝棉 那時候一盒才180塊 你知道那個 一開市180之後 我真的是 是衰到一個離奇 客人來十個喔 十個 然後都沒買單 看看就走 要下班的時候 我就被主管罵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 每個櫃姐一個月 大概有 100萬的業績要看 哇 很多耶 那是不是等於我們 平均換算下來 扣掉我們休假 是不是一天大概要 3萬以上 我今天只賣了180 我明天要把那3萬塊 再補回來 你知道隔兩天 就有一個小姐來的時候 小姐 我只是想買一瓶化妝水 你知道我 手在抖耶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你又來跟我買一個 你知道那化妝 那化妝水才 大概600多塊 我真的要靠你知道 三吋不爛之折 你知道我就玉琳哥上身了 我就開始就說 小姐 我覺得妳眼睛很漂亮 妳要不要試用一下 我們家最新的眼影 我就開始 口紅 腮紅 然後就新品 今年流行的妝 我就弄在它上面 然後就跟她講說 妳畫這個真的 太漂亮了 怎麼可以這麼漂亮 然後我就說 而且現在 你知道百貨公司 妳如果刷了這一 我們百貨公司的卡之外 還可以再折底多少錢 她就說 小姐 可是我就沒有 你們家的卡 我說沒關係 我有 我幫妳刷 那妳給我現金 那我幫妳折 然後後來 她就看我誠意滿滿 那一天她就 她就買了 一萬多塊 可以 你知道你只要客單價 起來之後 第一單 第一單 我跟你講 忘到爆 你知道我那一天 到下班 那個業績是十幾萬 哇 一次補回來 後面再接的喔 都是 就是都跳空 全部都跳空 所以那學姐就講說 你知道百貨公司有迷失 第一單 就是如果你沒有跳到 就是客單價有提高的話 你那一天的業績就會超差 所以這也是你們的 算迷信就對了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 我覺得就像她那樣是在 商場上遇到鬼 可是我是真的人生 就是第一次覺得 我離 鬼很接近 對 我的就是 拔飯上的筷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亞洲其實你吃飯的時候 你把一碗飯添給人家的時候 就是一個禁忌 因為人家 那我那時候有一個就是 去國外讀書的朋友 他太小就去了 所以沒什麼亞洲的概念 然後他那時候 大家可以自己盛飯的時候 他就跟我 他就很 我沒有手拿 他就 插著這樣子 然後就要遞給大家 然後我就傻眼 我說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就立馬把那筷子就搶 就是把它打下來 拔下來拉走這樣 我說不可以 不可以這樣 他就還覺得嘻嘻哈哈 覺得沒事 結果我那天晚上回去睡覺 我就是睡一睡 我就覺得我半夢半醒 我就覺得在 我在做夢的時候 我聽到了敲門的聲音 然後我當然就是 醒來就是硬門嘛 硬門一打開 沒有人 然後門一關 一轉身而已 又聽到 然後我想說 要看那個貓眼嗎 先不要看 先不要看 在弄什麼眼 雞眼也都不能看 雞眼要剪掉 你看貓眼的時候 他也在看 對 紅紅的 怎麼紅的 對 那斷眼 所以不能看嘛 他的眼睛紅的 所以我就 好 那我就 門又打開 還是沒有人 然後我就 關起來 然後我就 就突然就 不行了 我說 我剛剛在做夢喔 結果我這時候就聽到 真的敲門聲 動 我就去看看 我就一打開 可是妳貓眼裡面 有看到媽媽跟小孩啊 雞皮卡就這樣冒起來 然後我就 正想說該怎麼辦 就要衝回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的室友 那時候我們是這種 分租雅房 我室友剛好出來 要倒咖啡 他就突然 在門口 他就看著外面 然後這樣 然後突然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我就說 妳剛剛幹嘛 這怎麼了 她就說 她說 沒有吃 然後我說什麼意思 她說妳最近是不是 有做一些 比如說祭拜 或什麼的事情 不禮貌 但是妳沒有做好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那個筷子的事情 然後我想說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說 因為她是 我後來還知道 她其實是機身 然後她就跟我說 要把這個事情做完 所以妳就 把東西擺在門口 然後擺一個米杯 那裡不要擦箱 然後就說 這是給妳們吃的 然後擺一些 就是什麼雞肉啊 就簡單的料理 放在那邊 妳當時 那筷子拔太快 因為既然擦進去 就擦進去了吧 就是要吃 就給它放一段時間 但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 因為她正在 啊 沒有 那 我當年生氣 對 然後後來我就回去睡覺的時候 我就感覺 有人跟我說謝謝 真的喔 我覺得有人跟我說謝謝 但我不知道我不是換天 那如果拔起來之後 再趕快再擦回去呢 可以 會不會擦到她的手 也不行啦 那怎麼辦 就擦了之後說哎呀對不起 然後再擦回去也不行 因為擦第二次 一般來說都通常是比較不好的情況 比如說 有時候類似詛咒 像比如說我們上香有沒有 去人家那個地方 上香如果香 你擦上去之後 發現鬆鬆的 有點倒下來 你要捏緊 再往下擦 不能拔起來 對 千萬不能拔起來 又只能再往下 糟糕我們常常都不一樣 對啊 我們常常都不一樣 旅敗不靈驗 第一次遇到鬼 我的呢是枕邊人變成鬼 蛤 唉唷 原因呢就是 結婚四個月內吃喜宴 結婚四個月內吃喜宴 那個時候就是我剛結婚 然後呢有我最好的朋友 在我下個月結婚 最好的閨蜜在我下個月結婚 妳怎麼會不去 對啊 就是妳一定要去 當天晚上我跟我老公嘛 回到家之後 我們就有點醉茫茫這樣 點都紅紅的 然後我婆婆就看到了我們 就說哎唷 妳們那麼嗨啊 妳們去哪裡happy啊 然後我就說哎唷我剛去帶她 去參加小文的喜宴 結果小文就傳來我家那個閨蜜 結果呢我婆婆 她就扳起來 就說 妳們去參加喜宴 妳不知道妳上個月才結婚嗎 上個月結婚四個月內 不可以去參加 妳這樣 這個習俗嗎 太大了 就是妳會衝掉妳自己的新娘生 妳會把妳自己的喜氣給衝掉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 心裡就想說 聽妳在亂講 然後我就頂了她一句嘴 我就說 我覺得是喜上加喜 對啊 這樣想就好嘛 對 然後她就很不高興嘛 她就說 妳們年輕人不聽我的話 妳們自食惡果啦 然後從那天開始 兩個人感情就很不好 就常常吵架... 然後小事情就大吵 重點是呢 還有前女友因魂不散的事情 不但她變成鬼 前女友的這個 這個英魂呢也回來 就是搞得亂七八糟 前女友是回來找妳老公喔 就是還跟她有聯絡 怎麼會這樣 對 就可能 那前女友是活著的吧 活著的 她是真的那英魂嗎 就怕英魂那會很恐怖 活著的 活著的啦 活著的才可怕吧 吵架才可怕 活著變死了 活著變死了更可怕 他會詛咒妳們的婚姻 因為他覺得妳搶走她男朋友 這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呢 然後我就煮一煮菜 我就掉眼淚 我就眼淚不自覺又掉下來 然後我婆婆就看到我 怎麼樣 妳覺得妳還好嗎 我就跟她講大概的狀況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跟妳講 妳真的是去參加人家的婚禮 不行 妳新娘神被趕跑了 妳的呢 本來的喜氣都不見了 我幫妳介紹一個什麼什麼功德 去找那個師父 請她幫妳們再一蓋再一蓋 就好了 真的就好了 就好 就到現在已經八九年了 然後我才不得不相信 原來四個月內是真的不可以 去吃喜葉會衝到 是不是老師 對 結婚當天的新娘神最大 喔 會被衝到 所以妳後面 後面那一天 她那天結婚 我是後前面已經結過 所以妳那個時候才會被衝到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